你怎么看我的大众子 他是不折不扣的畜生 他的行为让全村人群情激愤 甚至不顾警方的阻拦 要当面弄死这个龟孙 就连瘫痪在床的百岁老人 都要爬起来抡他两个驼子 只因他当着几十头猪的面 杀了不该杀的人 干了轻受不如的事情 2017年3月23日 四川梁山州延远县某村子的猪圈里 一场大火突然冒了起来 当时邻居们连滚带爬的起床 一边救火一边拨打119 可当他们进入猪圈内部时 却发现一对夫妻死在猪圈中 当民警来到现场进行勘察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 因为两名死者身上被捅了近200刀 其中女人身上就被捅了108刀 很明显凶手是个讲究人 根据调查 死者是一对夫妻 男子名叫李某才 妻子名叫邱某 两人是村里的大善人 靠着养猪不仅自己发家支付 还带着村民们一起奔向小康生活 甚至自掏腰包出钱修路修学校 也是因此这对夫妻受到了大家的敬仰 而他们的死让全村人感到无比的愤怒 他们想不通这样的好人 到底是谁会对他们下如此毒手 与此同时警方经过对尸体的勘察 他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死者李某才虽然身中90多刀 但他在死前却没有任何反抗 反而是妻子邱某身上 有非常多的抵抗伤 由此警方推断 这很可能是家庭自身矛盾所引发的命案 也就是说 李某才用刀捅了妻子108刀 随后他拿着刀 又捅了自己90多刀进行自杀 这个解释看上去合情合理 但又总感觉有些不对 我们还是怀疑 他两颗子可能是自身的矛盾 两颗子之间的矛盾 然后相抚大家 那你把女的他死了 然后他懒得自杀 如果说是他自己杀死他自己的 那么他应该 他的工具就留在现场 倘若李某才是自杀 凶器一定会出现在附近 由此警方便排除了自杀的可能 此时猪圈里的几尸投猪 他们是目击正猪 可由于无法掌握他们的愚种 警方只能通过现场勘察 试图找到更多证据 很快技术部门通过特殊手段 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些血血印 根据判断这些血印大小为四十码 很明显 这不是猪所留下的 可让警方疑惑的是 这些血印上都被撒上了猪死料 似乎嫌疑人士在有意进行掩盖 然而这种掩盖 对于专业的技术团队来说 简直就是小儿科 很快警方根据足迹 来到了一处住宅房内 根据了解 这栋住宅正是李某才家的屋子 此时警方经过判断 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财杀案件 但转念一想似乎也不大对劲 因为死者李某才的手机并没有被人拿走 说到手机 此时的警方豁然 于是他们立即对李某才的手机进行了封存 并拿到实验室进行技术处理 与此同时足几专家开始对血血印进行比对 最终得出结论 凶手为男性 鞋子四十码 身高约为一米六至一米七五 身子骨硬朗 无犯罪前客 此时屏幕前的你如果符合以上特征 请立即去自首 得到这些推断之后 警方立即对李某才夫妻的人际关系展开了调查 很快一名嫌疑人出现在警方的事件当中 此人是李某才家里的工人 据村民所讲 他经常半夜十一二点还在猪圈 要么就是打猪草喂猪 要么就是陪李某才聊天 并且他最近好像比较缺钱 可让人遗憾的是当民警对这个工人进行了解时 发现他是个好人 平时乐于助人 深受大家的喜爱 并且他的鞋子身高等信息 都与刻画的嫌疑人大相径听 一时间调查陷入了僵局 此刻警方陷入了极深的压力之中 因为两名死者在当地得高望重 多少村民都在抱怨警方破案速度太慢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示 负责分析手机的技术部门传来消息 他们发现在案发前 李某才曾与一名年轻小伙通过话 此人名叫杨某耀 1997年出生于雅安 半年前来到本县做猪饲料生意 之所以怀疑此人 是因为他的身高与鞋子大小 与现场留下的血印极为相似 为了搞清楚答案 民警立即找到了杨某耀 当时民警提前观察着此人的一举一动 当杨某耀出现时 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警方就发现他的身高 走路姿势以及鞋码与嫌疑人极为相似 更让警方疑惑的是 此人鞋子极为干净 按道理来讲 在农村卖饲料的销售 平时都会走很多泥泞道路 鞋子根本不可能这么干净 于是警方立即将杨某耀 带回局里做进一步询问 然而就在询问之时 警方闻到杨某耀头发上 似乎有一股飘柔的香味 中午洗头必有缘由 这更进一步加深了杨某耀的嫌疑 于是民警开始兵分两目 一路人负责对杨某耀进行控制 另一路人则是迅速赶往其家中寻找线索 当掀开杨某耀家床底时 警方发现了大量的现金 足足有五百块钱 与此同时在房间的卫生间里 发现了还没洗完的鞋子及裤子 而这些裤子上沾满了大量的血迹 并且鞋子的尺码花纹 与案发现场找到的一模一样 此时面对铝合金一样的证据摆在面前 杨某耀老实承认了犯罪事实 原来他的确与两名死者认识 之前李某才夫妻 一直都是在自己这边买的饲料 可是再不久前 李某才竟然嫌弃自己的饲料太贵 于是放弃了采购 这让杨某耀感觉非常恼火 要知道公司每个月给自己指标并不低 为了重新与李某才合作 他三番五次找到李某才 试图说服对方高价买自己饲料 但却一次又一次的遭到了拒绝 就在三月二十一日这天晚上 杨某要再次找上了门 可不料李某才的妻子秋某 却说出一句不该说的话 那么当时应该说是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左右了 那么这个秋某就给这个李某一样梦说 你们这些推销饲料还是辛苦 晚上了你们都还在推销 然后这个一样梦就觉得这个李某 这个秋某伤害了他 觉得秋某是在赶他走 他就从此就对这个秋某极衡在心 当时的秋某只是出于关心随口一说 但杨某要却认为这是在赶自己走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于是第二天晚上 他假借谈赐料的事情 再次来到了李某才家中 然而这一次他是有备而来 他偷偷藏了一把刀在身上 等来到李某才家中时 杨某要以查看母猪配种情况为由 与李某才进入了猪圈 随后趁其不意 他拿出刀直接捧到了李某才腰子上 随后他不停地扎不停地扎 一直到李某才没了气息 然而也正是在这时 李某才妻子秋某听到动静后冲到了猪圈 当看到现场的一幕时 他与杨某要展开了殊死搏斗 可杨某要年轻力壮 分分钟将秋某放倒 就这样 他当着所有猪的面 对这对夫妻连筒近两百刀 随后他一把火准备把猪圈烧了 可不料隔壁邻居发现急事 将大火给扑灭 当警方带着杨某要回去指认现场时 所有村民群情激愤 不顾一切冲上去 想要轮他两个大逼斗 但都被警方拦了下来 最终杨某要毫无疑惑地 获得了死刑立即之刑